…… …… 一件事件是我們工廠最新版本的 毒毒毒 咕酒劍 我們新廠早已有了破解攻略 瓦了瓦了醇大水 小小異觀 做了他之前腳下 轉成三代嘘掉我是大辣 不來 夜月比不來點交加 明鏡生活 突然紛斷如麻 煙火吃井 取自由鎮言 江湖 又開始 風月湧現 又去運氣 你家里创意 七星CG 全部音音出现 我不是他侠 照样先走天下 世事为装 命局一场战友 恨是敌对 业余黄昏 白衣柴门 谁在幕后操纵着谁 我不是他侠 一样可别真假 明强安静 阴摸阳摸 倒也不是笑话 秋 昂花手绿 你心久 十月成败 不就去看破 我不是你了 你千千七恩你做 你此次唯一转化 你条条轨迹多断 你会会见见过吧 你短短爱恨情仇 你翩翩起小鲁门 你暮暮风和悬烟 你长长红千莫乱 我不是他侠 照样先走天下 不想想醉我美丽 是非不必动 不是他侠 水心顺情 都在闯难关 千莫神话 我不是他侠 一样可别真假 八百分钟还我懂得 嗯不是我的菜 不是他侠 春不白头快乐 是与你把酒共话 一样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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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保佑 我大命江山永固 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 早日产出 同舟会抑挡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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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如此慌张 大人 前方藏书楼 发生莫名大火 都忙着灭火呢 原来如此 放他们过去吧 队伍继续前进 看哪儿 你这种人 哪儿 我们在哪儿 这种人 不复杂 你这种人 你俩不复杂 我自己的 你俩不复杂 我自己的 你俩不复杂 不复杂 你俩不复杂 你这种人 你俩不复杂 大姐姐妹 凌鸿来者何人 为何在此挡到 永远要杀皇上 全部后退保护皇上 来 重马车 上 说 谁派你来的 为什么要刺杀皇上 有没有其他统岛 王公公刚刚来禀报 说皇上要抄进入回宫 我们都还来不及准备赢驾 还请皇上恕罪 一切都顺利吗 他说有人想 都好 回到宫里看到你们 朕就放心了 那皇上以后要经常出去 才不至于忘了我们这些旧人 今日就在昆宁宫中上 已经备好韭菜 给皇上您压压惊扬 这次的案子你可立了大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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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哪里 要不是你们冒死禀告 估计他们的阴谋都已经得逞了 昨晚的事你别往心里去啊 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包涵 没关系 知道你是一时心急 咱们都是为朝廷效力的 不用那么客气 要我看 今天立了大功的就是这口锅 把炸药全都挡在外面 还是我聪明啊 在铁匠铺发现有这样一个祸 否则今天全都得完蛋 等一下 这件事情还没完 这个刺客有点蹊跷 我看看 这个人就算不刺杀皇上 也活不了几天了 又废了啊 尊心找个替死鬼 准营导 builder 这是老本变巨华呀 刺瑮 还有麻烦你查一下这个马车的来历 这个马车华力不凡 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家的马车 肯定是皇宫里哪个大臣呢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今天进出龙泉寺的马车 放心吧 小死我 你们看 这个是火雷王的独门炸药 这个人臭名远播 专门制造炸药 可是据我所知 他和朝廷并无任何瓜葛 为什么要刺杀皇上呢 除非他就是负责制造炸药 在他背后另有其人 要么未名 要么未利 无非这两个原因 看来我们还是得按照计划进行 把皇上生死未卜的消息传出去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恭喜宁亲王计划成功 皇上是重伤 很可能已经驾崩了 此话当真 我这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此事对外是封锁的 但在大臣门中间都传开了 据说现在果实交给了一帮内阁 大臣负责 我是买通了一个小太监 他说皇上的伤很重 没死也就剩半条命了 消息千真万确 真没想到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啊 你办事有力 有勇有谋 等我登上了皇位 我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 从此以后衣食无忧 能为宁亲王效力 是我的福气 我是金银珠宝如粪土 希望有朝一日能统一东场和西场 稳固您的大明江山 鞠躬尽瘁 此而后已 你对我一片忠心 我很感动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快 召集精锐人马 杀入皇宫 趁大局未定 我们夺下皇位 掌控大局 亲王应命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今日 就是你们向本王表忠心的时候 我们将改写历史 我们将被载入史书 正所谓 成者王侯 败者寇 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一役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不成功变成人 诸位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尸子的校长 请起往 好 出发 出发 请不吝点赞 天子 天子的位置 愧视很久了吧 很多人和你一样 心里头想着盼着做上这把龙椅 可是结局都很惨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 已经什么 驾崩了 这天下都是朕的 朕为何不能在这儿 你的天下 论身世 论才华 论品德 哪一点我不如你 先皇就不应该偏心 就应该把这皇位传给我 父皇不过是遵循了掌幼尊卑之许 自古以来天理轮回也是如此 你呢 谋逆弑君 你可是朕最亲密的兄弟啊 兄弟又能怎么样 你只不过比我多生两年 占了一些便宜而已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兄弟 就把这求勿至尊的宝座 让给我做一做 想做啊 朕就偏不给你做 死到临头还嘴硬 就怕等一下我黄袍加身 你跪在我的脚边 求我饶你不死 继续说 我早已带了精兵强将入宫 你这里疏于防范 连四位都没有几个 我早就控制了门禁 就等 好 比起而识 你确实进步了 这招数耍得有点意思 可惜啊 你又输了 朕记得 你平时最喜欢听戏 今天这皇宫 就当是朕 为你准备的最后一场戏吧 是 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一次赢过你 既然这样 今天 这出戏我就陪你唱到底 一 opposite 你死 我输了 你看 她可是客人 你干吗 这些不过 这些不过 你怎么办 又不是 你怎么办 再没办法 我经常坏 天不住我呀 天不住我 满满的一车炸药 没有炸死你这个昏君 贤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朕若真是个昏君 又怎么能躲过这一劫呢 都说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你有今天的下场 可多亏了这位小兄弟 就凭他 就凭他 来 朱大夫 把你的推理再说一遍 恭敬不如从命 事情是这样 你这遇膳房就是不一样啊 一碗阳春庙做得这么棒啊 你要是喜欢吃 朕可以请你吃一辈子 吃饱了吗 没有啊 那跟朕说说 为何要拆朕的马车 皇上 有所不知啊 在查到这里之前呢 已经有四个人死于非命了 继续说 这四个人看上去 他们之间没有联系 马车行伙计 掏份工 铁匠 整容大夫 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之后 我们发现 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所遭遇 都指向一件事 那就是暗杀皇上宁 看来确实有人想让朕死啊 好在我们发现得早啊 现在已经确定 皇上宁乘坐的马车 并无异样 但是我怀疑 这个行赐的人 可能要在别的地方 动手下 可是明日的礼佛大典 是不可以撤销的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明日的礼佛大典 皇上务必按时出现 那皇上的安全怎么办 偷梁换住 明日礼佛大典结束以后 皇上乘坐的马车 由我 杨雨萱 柳若欣来乘坐 这样虽然有失大典 但是情非得已 然后礼佛大典时 除了身边的大臣 其他人一律不得进身 最后是几一位 必须在沿途埋伏高手 布下天罗地网 让凶手无处下属 无处隐藏 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皇上明明 原来 那个车上坐的 不是你那样 你的计划虽然很完美 可是一步接着一步 知情的人全都被灭口 为了掩盖真相 你杀了这么多无辜的好人 就不怕晚上做噩梦 一将成名万古枯 成大事者 怎么会在乎这个 心慈手软呢 这么说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手足情分 今天算是断了 成王败寇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那就给我点干脆的了断吧 如果你只是觊觎皇位 朕可以留你一命 可是你杀人灭口 朕不废了你 又怎么对得起那些 无辜死去的人 来人哪 将宁亲王打入死牢 消去爵位耗命 待刑部查明案情之后 斩首始终 皇上且慢 朱大夫 不觉得他命不该绝是吗 不 此人行刺皇上 还杀了这么多的好人 死不足惜 但是 他身上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若不揭开此秘密 不但冤枉了好人 还为他今后逃脱罪行 留下了可乘之气 什么秘密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宁亲王 一派胡言 我朱某人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难道这还有假不成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 但是自从见识了李鬼手的 易容之术之后 我没相信过 刚才你对皇上展示的那些 羡慕嫉妒恨 若是不知情的人 肯定是看不出问 只可惜 宁亲王 你忘记了 之前 你请我们到你府上面谈过一次 就是这次见面 让我发现了问题 有什么不对 我为了表彰功臣 召见平民 这有不妥吗 没什么不妥 但是你送了我一件礼物 这一件礼物 让我看出了问题 礼物 你说的是那幅画 对 唐颖的侍女徒 大家都知道 宁亲王是一个爱话如痴的人 而唐颖呢偏安苏州 他这个人 与世无争 淡薄名利 不问政事 是宁亲王 花了重金把他请到京城 成为了宁王府上的贵宾 大家都知道 唐颖性格古怪 一年都难得提笔一次 像侍女徒这样的大做更是难得 宁亲王 咱们才第一次见面 就送给我这么大的一份力 却毫无惋惜之情 实在不像是你的做法 虽然此话难求 但是我也是一片好意 奖赏你 欣赏你而已 你为何以此来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 一看便知 进来吧 进来吧 来 打开 给皇上和宁亲王看看 大家请看这画边上的提拔 好 宁亲王 不会连自己的亲笔 都不知道了吧 丹庆不知老将至 富贵于我如浮云 凡我子孙者 虽散尽千金 不可弃此话也 我说宁王先生 您这准备留下来 当传家宝的东西 就这么随随便便便便于我们了 不知道您的子孙知道了 会不会不高兴啊 行了 你到底是谁 敢冒充朕的兄弟 皇上 此人正是你的心头大患 若想知道他是谁 揭下他的面具即可 醜少青 真问你 真的兄弟呢 哼哼 你的兄弟 早就被我弄死了 对着这计划 不是费尽的心机啊 可是 就成你這個 這個小人 天意呀 天意呀 朕 一直是沒心腹 可你卻要殺朕 殺朕的親人 你這個昏君 我要沒有寧親王的身份 我能帶領三千兵馬 指導你的定錢嗎 可是功虧一虧呀 我對不起同舟惠呀 對不起天下蒼生啊 你要幹什麼 胡教 你以為他們為了我 能放過你嗎 你廢話太多了 你們都別過來 這個炸藥 你們要誰敢上天 你的下長跟我是一樣的 我都 殺你們好的動歸於盡 瘋了你呀 躲別躲啊 去死吧 把我放下 放下 這兒 竹偉平 老朱 屁國老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互聪 不是 grav辣 注意孔 你没事吧 你看看我 你醒一醒啊 首先 unfortunate 你别不动啊 简讯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你答应好过我 要养我的 你醒一醒啊 你个混蛋 朱大夫 醒了 皇上 想你给皇上请安 朕特批你以后都不用请安了 躺下吧 谢皇上 谢皇上 怎么回事啊 你为了保护皇上 被火烈完的炸药给炸晕了 朱大夫 朕得感谢你啊 以死相救 有什么心愿吗 朕可以帮你完成吗 我有什么心愿 无非就是想成为 经常第一名医 然后就死服伤光宗耀祖 那这样吧 朕就赏你一块 天河医馆的金字招牌 如何 真的 皇上 那金字招牌是不是金的 如果是这样 直接给我钱就行了 我家掌柜的还高兴 还是个财迷啊 那这样吧 朕再另外赏你黄金千两 怎么样 谢主隆恩 刘若新 杨雨轩破案有功 聂子怡护主得利 朕赏你们黄金百两 西域竞贡青铜匕首一枚 谢主隆恩 好了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小人肚胆问一句啊 这次的事情能不能说 不会又要报名吗 那我怎么出去吹牛啊 想吹牛啊 这好办啊 金字招牌稍后就到了 你可以挂起来 撞点人眉嘛 至于你们办案的事嘛 不但不用保密 朕还会照告天下 让你们直接受命于朕 为民除害 拥抱我大明江山用功 皇上 你太够意思了 皇上 我的意思是 真是体虚小民哪 真舒服啊 真舒服啊 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这蒜盆猪都快让你给扒了碎了 朱哥哥说是今天就能康复回来 也不知道消息准不准 你说这次他立了那么大的功 皇上不会直接把他留下来 当御医了吧 那样的话 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着他了呀 那那咱们医馆谁来坐枕 谁来牵药 谁来陪我玩啊 安安安你别伤心 这这走了老朱不还有我老赵呢吗 那想想 老朱干的那点事哪样我不能干 更何况我长得还比他帅 回来了 回来了 安安 回来了 老赵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安安 没事 走 没事 你们还知道回来了呀 查案就查案 谁允许你们玩命的 咱们开医馆做买卖的 今天这个大夫伤了 明天那个伙计缺了的 咱们还赚不赚钱 咱们还吃不吃饭 咱们还 好了 知道我们当家的不容易 以后我们就好好地打理生意 再也不到处惹事了 你竟然都答应了还伤心什么 咱们高兴起来啊 人家就是觉得靠起来好舒服啊 安安 其实我心里啊 一直惦记着医馆的 我今天还给你带礼物回来了 什么礼物啊 进来吧 注意品 贴纸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天和馆 朱一品 人品厚重 赤胆忠心 治愈皇帝顽疾 医术精湛 特赐黄金千两 天和馆 天和馆 秉承天人合一 合成善性的传统 研发众多良方 妙手人心 必会大有作为 特赐天和馆 金字招牌 钦此 谢主龙恩 谢主龙恩 谁让你起来了 还有呢 还有呢 皇上怎么那么淘气 有钱就行了 那么客气 就知道跟我耍贫嘴 要还是不要 要 要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天和馆朱一品 与西场柳若心 情投意合 郎才女貌 朕感同身受 各赐二人皇家大婚 则即日举办 钦此 还不快快谢恩 谢主龙恩 谈老师 朱哥哥 你别说了 我祝福你 多感人的画面啊 你们愣着干什么呢 这双喜临门的大日子 牌匾给我挂起来 鞭炮放起来 走 鞭炮放起来 鞭炮放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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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任务功亏一篑 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请王爷辞罪 事已至此 就是娶了你的向上人头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起来吧 自古以来 天运轮回 黄泉的更替 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你暂且规避一下 我们一定会寻找机会 东山再起当 去吧 多谢王爷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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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人辱负重了这么多年 如今 却功败垂成 真的 必须这么做 王爷 今时 非同往日啊 我知道您 喜欢低调行事 不想惹得满城风雨 但是 那个魂军似乎有所差距 我们的计划 一一被他破坏 如果再不通下杀手 恐怕同州会的基业 就会毁于一旦哪 不会吧 来吧 来吧 谢王爷 你说的这番道理 本王又何尝不明白呢 只不过 他可是本王的亲兄弟 况且 罗全这种事 只能成功 不弄失败 万一有什么岔子 你我都脱离不了干系 到时候 我们同舟会仍然是群龙无首啊 王爷 不必担心 我倒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有什么高见 说出来听听 先行刺 再起兵 王爷 我又事先埋伏好的炸药 那个昏君不被炸死 也被炸成重伤 到时候 您不用出兵 我负责起兵 我只需要调育您的五千精兵 可是 我的精兵将领都只听我的指挥 这个无法 我认识一个叫离鬼手的将手 此人能把我完全易容成您的样子 由我带兵进宫 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就假托是绑架了您 想自立为帝 那样的话 起码能保住同舟会的一脉 老曹 你为同舟会舍生忘死的心意 实在难得呀 但是 这毕竟是以身犯险 我真的怕你有三长两短 王爷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破腹沉舟 成败再次一举 请王爷 收开 你 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你 为同舟会舍中报仇 你在九泉之下 也可以瞑目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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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 一会把洗糖给我拿来 来来来来 杨雨轩你别那么丢 我丢伞了 田田 门口的鲜花摆好了吗 门口的鲜花 你回来了 那不是放到厨房的吗 你皮松了你就知道吃 把门口去 新娘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不去换喜福啊 大喜的日子还得你亲自动手 你别提了太辛苦了 这个放哪儿啊 王老板 放后院就行了 谢谢啊 好 好 不结婚不知道 所有的事情 酒水 厨子 还有这喜糖 红包 包括每一个编客 坐在什么位置 都带我一个人去安排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还没合眼呢 那 那一直就你们几个在忙 对啊 出一瓶西郎瓜呢 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喝多了 疯疯癫癫的 我把他放到房里 就没管他 这还没结婚 你就这么惯着他 不行 我现在上去找他去 他怎么没有这种 别啊 别 子依 算了啊 子依 他也挺累的 我去 子依 我来 我去 虎哥哥 虎哥哥 你再不齐来 可没找饭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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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事情真的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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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多远 谁曾遇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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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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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